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撞新闻 听众朋友们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台湾的防疫 253天没有本土的确诊 这个记录被打破了 现在有另外一个记录 现在也被打破 讲的是北京 北京再度出现 本土新冠肺炎的疫情 结束138天 零新增的记录 这个是根据浙江省 宁波市卫生健康委 那么他们接到了 北京疾控部门的通知 找到了一名 那么是前两天 来自北京的新冠病毒 无症状的感染者 34岁的父姓北京居民 因为感染来源并不清楚 而他居住的北京顺利区 连竹花园小区 昨天立刻封闭 2000居民全部要接受核酸检测 然后因为连竹花园 靠近首都机场 那么所以当地的居民 怀疑是因为能量货运 从业园所传染出来了 这个病毒 所以非常担心 6月份北京新发地 这个大卖场的这个疫情 会再度的重演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现在看到的一种 让大家很难安心的一个状况 疫苗已经出来了 但是病毒还是到处乱窜 那么英国病毒有发生 这个新的这个变化 那么现在这个变化过的病毒 好像也到处跑 CDC 美国CDC说 他们认为这个变种的病毒 应该已经进到了美国 那至少我们看到南非也有 香港也都发现 这个来自英国的这个变种病毒 那所以呢 现在在中国大陆号称 这个整个防控 算是做得最彻底的 但毕竟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而且这个境内外的来往 也还是相当的频密 那这很难避免会造成疫情 像这个火苗一样 今天这边烧一点 明天那边烧一点 那刚讲到北京 尤其是大家很关注的 那北京是首都 而且北京这个地方 这个重要的机关这么的多 那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 这个忽略的一个地方 好 那另外一个地方 现在在大陆 比较严重的就是辽宁 辽宁的本土疫情还在持续 大连前天新增一中确诊 有8名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沈阳呢 昨天是发现 有一名从南韩返回沈阳的 67岁的女子 解除隔离9天之后 核酸检测是阳性的 那么也因此呢 沈阳市昨天 千万人口的沈阳市 立刻进入暂时状态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排查 密切接触者71人 那么这个次级密切接触者69人 好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讲 中国大陆现在对于疫情防控 特别是什么 所谓的社区感染 他们已经有一套SOP 那这个SOP没有办法保证 完全不会再发生疫情 但是它大概可以提供一个 就是说一旦有疫情发生 这一套系统一旦进驻来运作了以后 它基本上就不太容易出现 大规模的这种感染传染的问题来出现 这一点大概是我们稍微可以了解 当然台湾相对来说也要很注意 台湾大家我们都说疫情做得不错 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像中国这样子的 这么彻底的行政动员力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是要靠到 政府跟民间的一个合作 这当中非常重要的叫做互相信赖 那最近这两天就为了这个所谓纽西兰 这一位机师的这个足迹 到底可不可以公开 那么有些蓝领的政治人物认为说 指挥中心没有这个向民众来说 全部的实情 但指挥中心里有它的道理 意思是说有一些不确定的 或者相对感染情威胁低的 所以不要随便公布 以免让民众这个恐慌 这些部分都还要厘清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好不容易维持的防疫的成果 可不要在这一波的疫情 在起了之后 那么受到很大的这种破坏 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 一个重要的消息 这是台湾外交部昨天证实 美方正在审核来处理 桃园机场加入美国境外预先清关计划 就是USBORDER PRE CLEARANCE PRE CLEARANCE的一个申请案 那意思就是说 等到这个审核通过了以后 那么 赴到美国的旅客 就可以在台湾机场完成 赴到美国的这个check in 就直接check in的 到美国就不用再有一趟check in 这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设立的第一个境外入境审查点 那不用讲太多了 这一听就知道 这个如果真的这样设立的话 当然代表的是美台关系的一种更加的紧密 好在香港的问题上 我想昨天最受关注的 大概就是一传媒的创办人 黎智英 那么在被关的 大概有20天 未审先求 20天之后 那么昨天获准交保 但是交保的这个条件 哇这是世界级的严格 第一项是交保的保释金 1030万港币 大概3700万台币 好这是 我想以他的身价 有这样的一个交保金 也不算太离谱了 但是呢 再来就很特别了 不得直接或间接 做出任何可能被视为 请求外国或境外单位 对香港或中国制裁 封锁 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的 行为 好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不得进行电视电台 或网络上的访问 那么第四个呢 不得在纸本 或网络上发表文章 第五个是 不得以任何形式 使用任何社交媒体 第六个 不得与任何外国官员接触 那么第七个 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 只能够到警署 以及法庭应讯 这是两个除外 那么第八个是 每个礼拜要到警署报到三次 第九个是 你必须交出所有的旅游证件 不得离港 这九个条件前所未有 这个 我看今天苹果日报 有两个标题 大概很传统 一个说叫形同软禁 这个大概比赵紫阳 当年在北京的一个处境 逃不到哪里去 那么另外呢 也有人认为说 我想香港的这个 资深大律师 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 那么他认为说 这个 这一种保释条件 反映说 港版国安法 已经冲击了香港的法治 那么变成 香港的法治 原来讲 叫无罪推定 的一个原则 但是李智英为了要得到交保 他被迫接受保释的条件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得放弃言论自由 那么变成说 为了得到一个间断的 一个行动自由 所以他必须放弃 他的言论自由 好 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是今天自由时报的一个消息 说到 这个 在香港影视圈 非常有名的一个影视大王向华强 是在赌神系列电影饰演龙武 他最近向台湾的内政部申请 要移民 移轻移民来台湾 好 这个为什么会引起关注 是因为向华强的家族 包括他本人 那么他都被视为是 这个 在香港的红色艺人 红色艺人 像今年 中国人大制定港版国安法 向华强跟成龙 他们有三千名影视界跟文化界人 发表共同声明 力挺 港版国安法 那么另外向华强的儿子向左 现在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委员 这个组织呢 是中共的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 一个外围单位 那另外向华强的太太 这个陈兰 去年在反送中运动期间 也一连串的在微博发文 谴责香港的反送中的年轻人 好 那所以呢 所以据说 这个当他们向氏家族 现在已经找上了一些立法委员 来游说主管机关 希望能够同意 让向华强一清移民台湾 但是呢 国安单位研判说 这个向华强 这个叫中共任务型的移民 那么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所谓中共任务性移民的意思 就是说 他是狭带有北京给他交代的一个任务 那么让他要移民到台湾来 所以呢 他们国安单位有一句话说 台湾已经有一只白狼了 言下之意啊 就是说不需要再来一个有黑道背景的 那么亲共的向华强 好 这是港台啊 中港台三地的复杂联动关系啊 另外一个从一个人物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 好休息一下关会来之后 今天请谭耀兰先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我们的来宾呢 是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兰 耀兰兄早 青龙兄早 今天是12月24号嘛 那在这边也预祝各位听众 这个有一个平安夜 大家圣诞快乐 这个对 都忘掉了 轻轻进口飘的疫情的关系啊 让我们忘掉了很多例行的这个 这个仪式啊 好 这个我刚在前面一段讲到说 两个新闻啊 一开始先跟你聊一下 黎智英啊 终于被交保 但是今天苹果日报说啊 这个形同软禁啊 这九个条件 而且等于是未审宣判之外 他为了换得他的行动自由啊 事实上这个自由是要扣得起来 也等于被关在家里了 但是他要交出他的言论自由啊 你觉得这后面有没有 美中关系的一个设想 我想不排除啦 就说黎智英继续被关押 坦白讲没有道理啦 因为他毕竟还没有判决嘛 对不对 开庭是四月份的事情 他的不管这个我们看香港国安法怎么看 他就算是走他的法律流程 也还没开始嘛 而且黎智英也讲了 他说我就是要留在香港啊 他是高资产的人没有错啦 但是他要留在香港啊 就是从不管是英美法或香港了解的香港的法律 或任何国家的法律 在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之前 那么你去做关押也要有一个限度嘛 所以我想他持续交保 就我想就香港基本在香港的本地法也没道理啦 但是你刚刚讲的说 这个是不是有美中之间的这个意涵在里面 我也认为是有啦 好因为现在你看好这个拜登上台还剩下三个礼拜的时间 没错 美中之间本来就要在盘点每个议题嘛 对 那之前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忽然 这个这个黄之锋三个人 对对 那么黎智英 这个其实北京在做这样的一个政治动作 政治决定的时候啊 我想多多少少有些思考 但是也有一些压力 那现在美中要开始准备要盘点了 那我不能说是直接的关系 但是在整个的氛围上面 再加上我刚刚讲 黎智英的持续的关押本来就显不合理 当然就是说你交保条件也太严苛也不合理啦 但是就是说用一个不合理的交保条件 来去改正或去补正一个不合理的关押嘛 所以我想这个在美中的这个谈判 或接下来去要出牌叫价的这个过程中 我想当然也会有影响了 也是彼此的交互影响 这两件事情 这个再拉高一点 就好像有人在谈这个就是川普政府啊 在选后一连串对中国的很多的措施 有人说是他要设一个陷阱给拜登 但也有人认为说他给拜登累积了很多讨价还价的筹码 那换个角度看会不会是 包括你刚刚讲黄之锋 这个或者是黎智英这些事情啊 将来也成为中共跟拜登上任之后啊 要拆除两边的这一些炸弹啊 就互相的交换的筹码 是啊 这些不管是炸弹还是筹码 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啦 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说 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议题绝对是 拜登政府上台美方关切的重点之一 所以在跟中国在谈判的过程中 我想对于香港人权 香港国安法 不管是就整个政策上 或美国现有的法律 包括香港自治法在内的执行上面 我想这个绝对是一个重点之一啦 我想北京不会不知道 那只是说你知道了以后怎么处理的问题 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的这个做法上 我想相当程度上都会透露背后的政策的讯息 包括您刚刚讲黎智英交保这件事情 也是啦 所以接下去的这些 未来我想两三个月之间的这些纷纷扰扰里面 我想很多跟香港有关或发生在香港的事情都会再出来 好 而且都冻结观瞻了 那另外一个跟台湾有关系的 就是我刚讲到的 今天自由时报在二版 做了他说香港影视大亨有黑道背景的向华强 现在传出了他要申请一亲移民台湾 那么因为向华强也算是成龙级的 这种算是跟北京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我看到也有人认为说 他这个叫做中共任务型的移民 就是来台湾是要执行中共的一些任务 我想这个讯息披露出来大有意思是 看起来是不让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审查 但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你看今年香港人移居台湾 估计会超过一万人 我过去也了解也有一些到香港 已经取得香港的户籍的大陆人 他们想要申请移居到台湾来 但是因为他的共产党人身份的问题 好像也没有通过 所以这个标准怎么去拿捏呢 我想这样 就是说香港移民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要对我们的民主制度 跟法律机制有信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第一个移民进来是要做资格审查 比如说你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 当然不行 有这个在中国有职务的 像华强应该没有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你有实质上直接的证据 就是说你受到北京的指示等等 那如果两个资格审查上面 或者是实质的证据都没有的话 坦白讲我们也很难因为说谣传 这个人过去支持过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说 一旦不管是谁 一旦他移民到台湾来之后 他就受到台湾的法律的约束 而且 也包括台湾法律容许的权利 没有错 所以说人一来 或成为台湾的移民进来之后 本来在法律的遵循上面 我们就要去盯着看 但我们就要去注意到说 这些香港移民过来的人 有没有任何已经逾越了台湾的法律所容许或规范的范畴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现有的法律机制上 保障上我认为是足够的 如果大家认为说有所缺失 不管是这个执行 法律执行上面 或者法律根本就不足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国内法的执行上 或国内的政策上去补强 因为我刚刚讲了 你把人禁止在门外 可以除非我有直接证据说 你是党员 你是受这个直接的指示 或者是说你基本上就是政府官员 或广义的中国的政府官员 那当然不行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这种审查用传言 或认为他过去支持什么 有什么立场 我坦白讲 这还是属于言论自由 我觉得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认为用一个谣传 或过去的言论立场来去党 坦白讲我也认为比较薄弱 是 我很有意思 我跟听众朋友来稍微讲远一点 台港的关系 尤其是扣道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 从当年两讲 我说从戒严时期 香港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两边这个当年两岸还敌对的时候 香港其实是两岸之间密使 在来往的一个地方 但是同时 从香港的 因为当时我们台湾这边 叫中华民国自由中国 那么所以呢 他为了做区别港澳跟中国大陆的不同 所以还有对港澳同胞 有另外的一个条件 可是呢 其实我后来 我最近出了蒋经国的这个日记的节目 蒋经国日记里头 至少就我所看到的 至少有两个地方以上 我想可能会更多 就写到这个乔生 香港乔生 是被有部分乔生 是共产党的这个间谍的渗透 这在他的这个日记条都有写 在50年代的时候 50年代的时候 这是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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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我讲的是说 所以我讲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的防共心态拉强了之后 我们的确很容易会回到 蒋经国时代的那种思维 就把香港来的人 会看作说 他有可能是帮老共来做事 是 我想这个香港的角色 或者香港至于跟中国的关系 或台港的关系 一定会发生质变 只是这个质变的速度有多快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在产生变化的过程中 我们要讨论的 其实比较是法律的机制 还是要法制 整个的法律机制 包括说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么这个港澳条例等等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要去避免猎屋的概念 就是说你这个过去在哪里 做生意做什么事 因为我们要对自己的制度有信心 现在的法制架构 是不是足以保障国家安全 如果不足 我们要去讨论这个国家 这个法律架构 对国家安全的保障 而不是去个别指的 谋甲谋乙张三理事 我想是这个概念 但这里面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将来从港澳入境台湾的资格 就是说你对香港要把它看作内地 中国大陆内地比照 还是说还是要继续有所区别 对没有错 我想这个很 这个是重点 就是说我会认为说 在部分的领域里面 的确确我们可以开始去讨论 这个香港是不是跟所谓 中国内地或中国大陆的区别 这个区别有没有政策上的道理 换句话说 有些部分有些领域 可能香港不见得一定 还会保存在政策上 还会保存它的一个特殊的港澳地位 但是在其他的领域里面 它可能还是不变 我想主要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没有错了 比较容易聚焦 这个当然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其实我昨天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 讲到中共在香港的布局 它现在就是说要让这个中概股 回到香港二次上市 然后借着二次上市的资本市场的基础 来成为香港二次回归 收览人心的一个来源 这个应该他讲这个战略 应该是很清楚 没有错了 因为香港还会持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作为一个资本市场 非常重要的据点 那特别是因为美中关系下降之后 很多的中国公司 从美国下市之后 那么香港上市或重新上市 会变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地点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坦白讲 北京是一放一收 一放一收 在商业上 在这个资本市场上 基本上是放 但是在政治上 言论上 对对对 管控上是收 那是收了 是一放一收 你讲的非常的对 那这一放一收 那当然有带来了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会不会变成香港的经济 还可以继续繁荣 这就是要面临考验的 这里头不能否认 虽然都是经济面 经济面也有需要资讯自由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条件 好 这个今天还有大事情 今天礼拜四 立法院 这个美牛大决战 这个是一个 其实美牛虽然看起来是朝野之间的食安的交锋 美猪 美猪对 更严重 OK 那POP状新闻 立法院今天 要开始表决 那已经预告了 这个要进行到晚上12点 其实这两天 你经过立法院周遭 都已经有很多的巨码 在做安全的一个防范 今天主要是要表决 行政院提出的九项行政命令 还有两个法的一个修正草案 就是食品卫生管理法 还有学校卫生法 那现在好像时代力量已经说表明他们开放 那有人算一下 好像民进党有六票的安全系数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跑票的话 最多不能超过六票 不然的话就过不了半 不过民进党已经要求要全员都都在一起 那现在国民党这一边 就用说要把这个挺莱猪的立法委员 一个一个拍照下来 到时候来扩大这个影响 我先问你 你觉得民进党会不会有人跑票 我不敢说一定没有 但是我想这个会过 因为这个已经是很明确的 这个执政党的政策 那么当过去 如果不同的立法委员有意见的话 也有机会表示 所以目前看起来今天投票表决 我想会过 那国民党当然反对的立场 可是昨天也经过朝野协商 轮流发言 那么每一条发言 出条讨论 那这个比例 连发言的比例时间都讲好了 连12点之前要结束都已经讲好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的了解 国民党立场也很清楚了 就是说你是多数 我已经表达立场了 那现在疫情我也不能闹太大 也不能游行了 那大家就记录下来 把各自的发言立场 各自的立场跟这个投票的这个赞成反对 记录下来 我想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好的 而且我想这个会 就是会往这个过的方向 我想大概变数应该不大 然后下个礼拜 就1月1号之后就开始开放了 开放是政策上开放 开放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之前讲的 对于美租的开放 但是实际上什么时候进口 怎么进口 会不会进口 那是商业的厂商商业行为 这个本来就是商业行为 你意思说那厂商如果一起 大家联手说 我们不要进口就好了 当然了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实质上 你美租进来台湾 也没有人要吃 我想大概也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租价会下跌 因为大家会concern 大家会有顾虑 会少吃一点猪肉 所以这个实质上 就商业行为上面 我也很难想象说 明年1月1号 或者明年的12月 你就在市场上看得到 这个美国进口的猪肉了 我想不会啦 但是这样老美会不会觉得说 你台湾在蒙我 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说你要去查厂 对不对 那你要赴美查厂 那你要溯源 对啊 然后你要逐批的去 在入关前去检验 那这个是查验 不是检验 是查验 那这个事情赴美查厂 跟入关前逐批查验 这两个动作 坦白讲 以现在疫情的状况之下 不容易 也不容易完成 不能用视讯来做 对啊 所以这些市场的商业行为 再加上技术上的一些困难跟障碍 会让实质上纵然在今天 会通过1月1号 所谓的开放美猪 但是实质上 你大概明年很长一段时间 在市场上看不到美猪了 一箱买都买不到 这个倒有意思 那这个等于是说 美国还有台湾的蓝绿 一起合眼的一出 这种美猪秀 差不多时间到了 大家都要松一口气了 不不不 这个国民党可能没有这样想 因为国民党还要现在希望能够 能够到8月能够提所谓的美猪公投 公投 对对对 所以当然这场戏能不能烧得下去 我觉得不会啦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你市场上买不到 大家顾虑如果下降 开始变成没有顾虑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难 就是说国民党很难做一个政治动员 而且国民党那个公投 因为他不是跟大选绑在一起 但是他跟党内的党主席选举 又连在一起 这个让情况就比较复杂 没有错了 而且这个其实是一个国际政治的议题 但是也是国内的议题 更主要是民生议题 所以只要普遍消费者不再有顾虑的时候 现在我知道还有顾虑 如果不再有顾虑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政治议题 在政治动员的机会就下降 那什么时候会不再有顾虑的 很简单 不只是说有标示 因为标示有信赖度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现在去查宋宴很简单 谁都可以花点钱去宋宴对不对 你宋宴之后就没有啊 的时候几次出来 那当然反之 这个话反过来讲 如果你宋宴之后 你有含有的话 大家就会恐慌了 所以这个其实坦白讲 是考验行政团队的行政能力 我看到有蛮多人认为担心的是内脏 还有就是进到夜市一些合成品的问题 是 对不对 所以我说嘛 这个行政团队的 这个执政团队的行政能力非常重要 你接下去就是执行面的问题了 可是这个问题呢 它又牵涉到台美的外交关系 经贸的关系 就是说 虽然它不是作为美台BTA签订的前提条件 但是你这个不排除 美国就认为你是对它的贸易歧视 贸易歧视的话 你要跟我谈这个市场开放免了吧 它是这个态度了 好 另一方面呢 台湾在政治上跟美国的关系 又非常的不一样 我刚前面有讲 美国现在准备要再审核处理 把桃园机场加入到这个美国的这个 境外预先清官计划 是 就是说你到在台湾机场就可以check in的 对 那这当然象征美台关系更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另外呢 就是有关台湾的驻外驻美的使馆 那么现在TECRO 以前我们都熟悉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现在有一些美国国会议员 呼吁国务卿能够把它改 改名为这个TRO 这个台湾代表处 那我看外交部的说法 几次的回应都不是非常的 清楚了 我们的曾厚仁次长一下说没有错啊 曾厚仁最近几次在立法院的打询都对台北关系 透露了不少国家秘密啊 但是外交部后来又要修改啊 你怎么看你觉得 第一个改名的可能性大不大 第二个如果说真的能改成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好我想这样好那个外交部曾次长在前几年在立法院打询昨天嘛 对对对对对对他说在进行中 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位一我的了解是一位一答的结果啦 他的进行中大概比较是外交官的词应就是说因为在进行中的事件不变评论 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可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坦白讲就没讲清楚啦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了解改名有没有不好 改名没有不好啊改名当然很好啊 但是改名这件事情是要让美方让美国的国会先开始来推 对 行政机关究竟是川普任内剩下两三个礼拜 还是拜登上台之后的团团团队建立之后盘点之后做出的政策决定 这个不晓得但是但是好我们没有要用力的推这个事情 把它当做一个重大的议题啦 变成美国新的国务院班子的压力 对所以所以我在讲说好 曾次长当然他这个是这个外交辞令啦 但是我认为你讲进行中讲的不好啦 其实后来当然又修正了 又做出了这个澄清啦 也不是澄清就外交部就在发了一次声明稿 其实那个意思就很清楚 因为我们没有主动 这个是美国的参众两院力推 我们当然欢迎嘛 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推进台美关系的主轴 我们也没有去主动去推这个议题 我想是这个意思嘛 那主要呢我们主要呢 你刚刚说它是个好事 不它当然不是坏事啦 但是为什么需要平清说我没有主动去推这个事 因为关系的实质进展比较重要 那你名字一次性的东西 这种不是说不重要 这种象征意涵的事情不是不重要 但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处的局面里面 我们不适合去主动推这些 象征性的一次性的东西 我们更在乎的是长远的实质关系的维护跟进展 所以在这种如果大家同意我刚刚讲的最后这句话的话 那我们没有理由 我想现在的这个国安团队外交部 包括这个驻美代表处 也不会去主动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重大的议题来推动 我想是这个意思 了解 好这个里头 所以我说政治跟经济 它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但是有时候 它的这个关系 它是一个既可以相辅相成 有时候你还必须在政治跟经济上 做不同的角色的一个运用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台湾非常特别 大家知道美国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要去游说的 台湾不是唯一 但是台湾的国际处境上 让台湾必须更加的注意到跟美国的这种关系 那过去其实台美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 断交以来 那不同的政府 我想在上一任民进党执政的阿扁政府的时候 跟美国关系也曾经经历过 那种从很好到很差状况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国际的环境已经变了 那么特别是九一事件之后 美国要走这个反恐战争 那反恐战争需要中国的合作支持 这是美国的战略发生变化 但是当时至少阿扁表现出来了 对这一部分并没有去体会了 去认识到 所以最后被讲成说是一个troublemaker 这样的状况 那经典的情况当然已经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另外一种压力 就是现在就算拜登即将要上任 大家讲说川普的那一套 对中国的无限的这种施压的做法 大概会改变 可是北京解放军对台湾的压力没有减少 现在所谓的消耗战不断的在进行 当然我知道您不是军事专家 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消息都讲说 我们的军队快要受不了了 那么而且今年也出了两架军机的事件 这个消耗战的问题怎么面对 坦白讲 我认为这个也对我们的军事国防 国军构成相当大的压力跟挑战 但是我也认为说就短中长期来看 起码是短中期来看 我认为这个会几乎会变成常态 就是说 中共叫灰色的战略 现在老公不承认海峡中线 那么然后经常性的军机绕台 这个事情可能某种程度上 会渐渐成为常态 那不然不管是这个频率上 可能荣获有变 但是这样的所谓的消耗战 我觉得绝对不会是只有因为在所谓美国大选之前 或者选后 然后这个正式的新总统上任之前才发生 那么也未必一定会是说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 这些事情才会经常发生 我认为这个会变成慢慢的会变成一个新常态 这个的确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挑战跟压力 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但是不是我们的国军要面对而已 这件事情是要全民的高度的认知 共识 就知道这个事情 接下来会变成一个新常态 我们如何去因应 如何去处理 如何去面对 如何去反应的问题 我讲的反应是说 内部的反应 内部的共识的形成反应 我看到有蛮多的专家的分析都认为说 中共经济不断的绕台 那么绕台绕台这里头政治的心理的折射作用 是比军事的这种布局可能更大一点 意思就是说这样的绕台绕台 不表示它会随时把飞机要所谓的打过来 不是 但是它的确会造成你很大的一种 一种就是压力 就是它比不跨越战争门槛的前提 但是不断的在用准军事行动 经济 资讯 攻击这些手段 是 所以现在已经很多的退役的将领 在公开的场合不断的呼吁了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国军的防卫的构想 还有整个的战略观和心理的准备 以及全民的素质 对这个事情的认知 我想接下来这个共识的建立 这个认知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来聊一聊东沙的问题 POP壮新闻 万维到POP壮新闻 在两岸关系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那么我们对台湾的整体的 所谓的国家安危 这个除了关心台湾本岛之外 外岛一直也是大家一个 非常的瞩目的一个焦点 那么最近日本有一名 有一个知名的政治学家 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的这个教授 小丽媛新姓 听众朋友如果记得的话 他应该是那一年 带着一批日本专家去拜访韩国语的 他就是其中的 好像是团长 那他这个在12月1号 在英文政治刊物 这个外交官 他叫Diplomate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网站上发表文章 那这个文章他认为 中国可能借由攻占东沙群岛 来制造美国下任总统拜登 上台后的第一个台海危机 好这个我们知道在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媒体 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 对有关美台关系 比如说有个叫什么富士晚刊 还是什么的 就登了又说什么这个川普 可能在卸任前会访问台湾 什么一大堆这些 有人说这种八卦杂志 却喜欢登这种八卦政治新闻 大概是为了要这个这个卖销售了 吸金 但是外交官的网站不一样 他不是一个八卦的 那小立元也不是一般的 这个无名小小小竹 他是有分量的政治学者 所以他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看一看 他的分析是这样子 他说因为这个解放军 攻占台湾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伤亡代价太大 而且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是他认为 占领台湾的这个东沙岛来施压 就是可行的 东沙岛我想我们节目上有谈过 他是在靠近中国沿海 东沙岛离高雄 比离中国的这个 大概是那个叫什么城市 我记得广东那个地方 还更 离高雄还更远一点 那么东沙岛同时 又是他从中国的南海海南出来 要进入到巴士海峡 突破第一岛链 他是一个中途战 也就是说对中共 对解放军来讲 东沙岛非常有战略价值 而东沙岛台湾的防卫能力 又相对的薄弱 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一个 的确他会入手 当然我必须讲 小丽媛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人 但是他认为这会是 拜登上任之后要处理的 表示说他认为攻打的可能性很高 这个耀兰兄 你的你的看法 是 我是这样看 就是说 没有错 这个的确小丽媛不是第一个讲 就是说攻打 中国攻打台湾本岛的几率不高 但是外岛 那么这个时候就点名了 东沙等等 甚至之前也提过太平岛 那这个几率高不高的问题 我想一直有这样的论书跟讨论 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 特别刚刚秦文峰讲说 其实小丽媛教授 他对于两岸 对台湾对中国 有相当的研究 深入的研究 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所以我想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个看法 那因为东沙 当然刚刚您讲了 他其实离香港320公里 离高雄外海410公里 离菲律宾也只有490公里 所以他其实这个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 没有错了 那现在问题是说 时间点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这个说法是说 在拜登上任之前 或者是上任之初 以至于形成拜登总统上任的一个 一大挑战 这个我就认为说 机会相对是低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这跟刚刚我们前段讲的 跟这个香港的事情也有关 我还是认为 现在北京的立场 应该是在停看厅等待 跟拜登政府 清点谈话议价的这个过程中 但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你身高局部的对峙 可能有战略的意义 累积筹码 但是选在两岸 选在拿台湾的外岛这件事情 我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我认为小立院教授 提了这样的提法 是一个警示作用 他认为有这个几率 虽然可能几率不高 但是他把它提出来之后 让大家来讨论 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比较高 换句话说 我认为在这个时点上 那么老公出手忽然拿东沙 当然我们要提高警觉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几率在这个时间点上 以一个美中现在对峙的格局 跟接下来的发展的可能性 我想相对的几率还是低的 当然小立元除了强调说 因为东沙的战略价值 对中共解放军来说 这个是显而易见 但除此之外 他也特别提到说 因为习近平2021年 中共建党100周年 2022年的第20大 那么习近平要延任 而过去八年在两岸统一上 基本上缺乏辞职的进展 没办法交代 当然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看 所以这是他思考 但我必须讲 这一部分的所谓2021跟2022的 这个时间点的动机 也是很多人谈过 所以说习近平不可能在两岸问题上 毫无交代 那必须要有所动作 是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 谢谢耀兰兄